2016年新文杯一是大同运动中心 新闻女生队第一场的公益赛 要对称禁旅无星国小 面对这群训练有素的小妹妹 记者们也不甘示弱 找来御龙的浪花兄弟 周诗渊吕正如担任客座教练 气势绝对不能输 在球场上呢 女生队还是有些微的身高优势 在当家中风Dora 在一件火锅的率领之下 一分差显胜了无星国小 本届新闻杯拿下了二连胜 有趣的是台版的浪花兄弟 整场的场面超激动 小说比刺激比赛还要紧张 很想说当教练的感觉 就是很紧张 然后尤其在第四节最后的时候 哇塞 卯足那种精神 赶快帮你们加油 我们来的之前本来是没有压力 但是来的时候听到没出过 我们就有点压力 本来坐在那边还可以 有点翘着二郎腿 然后喝水的感觉 到最后面直接站起来 在旁边喊了 对啊 相较之下呢 无星国小这边就淡定多了 绝杀失败不器内 强调是一场精彩过招 我觉得很开心 也很感动我们孩子们 这样的表现 那也谢谢新闻杯主办单位 让我们孩子们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在正式的比赛场合 那也谢谢大姐姐们 给我们孩子们 一些小小的一个压力 公益赛马两边都是赢家 重要的是关心基层篮球 联力小朋友们继续加油 在篮球场上更成长 我来提讯商场黄华君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